嗨 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人生即有甲午人生 这是一个旅命 他来讲 他有所谓的出轨的一个现象 然后问他的婚姻是否能够保得住 很多人就会有一种现象 就是认为桃花多这个人必然出轨 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不能够这么直觉的去判断 我们顶多说这个人的桃花 机会多 我们顶多只能够这样讲 因为会不会劈腿 那是个人的平德问题 跟八字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说过八字只是给他机会 八字只是一个机会点 要不要在于个人 各位要清楚这一个点 这个八字我们一看天干 他是甲木 可是你看他地支一二三 你有没有发现到 他地支就有三个 三个官杀 所以很多人就跟他解释说 那是因为你官杀混杂 所以说还会是这一种情况 基本上那个不是批命 只不过是帮他解释他为什么会这样而已 实际上对于他的未来一点帮助都没有 因为他要问说 他的婚姻是不是可以保得住 我们要先看 其实他在秉申年的时候 其实他的 你不要看他这么多官杀 其实他在秉申年的时候 地支几乎就没有官杀 他就处在破官的情况了 然后丁酉年 丁酉年的时候更是如此 丁酉年 丁酉一样都是贝克的 丁酉还好一点点 丁酉还好一点点 丁酉年的时候就处在破官 然后丁酉年会比去年要好一点点 所以说其实他真正在印证的 出轨只是当中的一项 他真正在印证的是 这两年他处在破官的情况 那他的婚姻非常岌岌可为 各位要清楚这一点 不能够单单就是以他现有的状况 就是说他是出轨的 所以说导致他的婚姻不好 不能这样讲 而是要说他这两年处在破官的情况下 所以说才导致他的婚姻出了状况 甚至要离婚 各位要清楚 这两点不一样 你不能够跟他讲说 那是因为他出轨才导致他婚姻不好 那是 那一个是两回事 八字要破官才会有婚姻不顺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他在这两年秉申年的时候 他一次性的全部官杀 全部消失 所以说他的婚姻 就会从在秉申年的时候就开始出现问题 过来是丁酉年 要怎么样去处理 其实他只要过了今年 也就是到明年的戊序年 他的地支的官杀 就会一次性的全部再复活 所以说他这一个人 假如非常关心他的婚姻 他就必须要去拖延这个时间 把今年不好的这一个年 赶快不要在这时候印证 不要在这时候印证离婚这一种状况 而是在这时候要低调保守 尽量去维持这个婚姻 只要过了今年 到了明年的戊序年 他的八字整个官杀 就会重新再复活 当然他的官杀一复活 你看 一二三 这是他本命的一个官杀 就会有三个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知道说 他这个女神桃花很旺 但是旺归旺 旺归旺 劈不劈腿 在于个人 劈不劈腿 在于个人 我们只能够跟他讲 你要多注意你的感情问题 你要多注意你的感情问题 不然这种情况会一再发生 这个就不是八字的问题 而是八字只是一个引动点 给他一个机会 而是他自己去触动的这个东西 各位要清楚 也有很多人 桃花来 他结果他说他不要的 结果当桃花运过了 才在那边问说他的婚姻在哪里 都是一样的道理 都是一样的道理 决定权都是在于个人 决定权都是在于个人 而不是八字会决定你怎么样 所以说各位要清楚这一个观念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这个八字就是 官杀运很旺 可是他反而却要问 为他的婚姻保得住 保不住 其实不能够看看一个食神多 就在那边讲说 他的什么就会好 没有这一回事 这个八字在秉申跟丁酉这两年 其实都处在破关的一个情况 而且全破几乎都是全破 所以说他这两年的婚姻会很危险 会很危险 要过今年到明年戊戌的时候 这个危机才能够解除 解除以后 他的八字本来状况就是桃花很旺的情况 他自己就要去决定该怎么走 这不是我们可以帮他决定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